主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上主的恩典 能够赐这宝贵的机会 在睡末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上帝 来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 来大家一起同德造就 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 在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上帝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就非常的清楚 短短那个经文里面有四点 就是耶稣的智慧 耶稣的身量增长 还有上帝跟人喜悦他的心一起在增长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看到智慧的增长 这个在杜家族在往前 在四十节这个地方记载着 孩子渐渐长大 强壮起来 强健起来 他充满智慧 同时有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很少见到耶稣他儿童的时候或青少年的时候的生活 不过我们知道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带他到耶路撒冷 在那地方圣殿里参加 带着这个孩子 然后再敬拜上帝 那我们可以来问我们 在座如果你是父母 或者是你以后 当然我们在座青年青年都有可能成为父母 我们是不是也同耶稣的父母一样 能不能带领孩子到圣殿来过节 这个过了节节来参加 来过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节期 那我们看看在这个礼拜内 能够感谢上主怎么样子 在你我当中来得到这个恩 那我们也看到当耶稣父母亲要离开耶路撒冷圣殿 然后呢回到这个拿撒勒的时候 这父母亲就失落了他三天之久 第一天行路 第二天再回头 然后呢可能找着找他 那我们看看 耶稣的妈妈跟耶稣讲说 你的爸爸 你父亲跟我相当的伤心来找你 那耶稣怎么回答 难道你不知道 我应该在我父的殿吗 难道你不知道 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内吗 在圣地里面各种不同的翻译 我们看看以父亲的家 我父亲的事 或者是以上一的事 耶稣从小就认识 就知道他自己的使命 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如果说是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是我们朋友的父母亲 他们在交集找孩子的时候 会在哪个地方找到他 不晓得在什么场合可以找到 我有一位牧师的这个同仁 同工 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就想 我说你懂得不知道 不知道我要找我的孩子 下课的时候呢 要到那里去找呢 因为牧师师母两个都非常忙碌 教会的事情 他们要到那里去 要到网卡去找 去找孩子 这两个孩子 他说实在是感谢上帝 因为父母以后呢 知道怎么样子 把时间再安静 疼回来来关心小孩 不然的话 这两个小孩呢 不晓得在网卡长大以后会变成如何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说 父母亲会在哪个地方找到他的孩子 我们很感谢主 在我们在座的 如果我们的父母竟然找你的话 他知道说啊 现在在团庆 啊 现在呢 参加什么聚会 啊 现在在花语礼拜 啊 真的 会在这个地方找 而不会到哪个地方去 到KTV呢 或者到哪个地方呢 去找 哎 父母亲在哪个地方 会找到你 找到我 啊 换句话说 今天上帝在哪个地方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赵瓦地区的 这个中午地区的啊 啊 这个啊 穆泽 哎 我当时呢 这个啊 宣教师 他送给胖提甲上帝啊 啊 这个儿子 留掉了 他做迷了 会在哪个地方 找他的儿子 今天也一样 上帝啊 在这个地方 接着耶稣父母亲 他在扫尚河 找到耶稣基督 他在这个圣殿里 因为耶稣很早就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 我就会在圣殿 你不必到另外 到其他地方 不管什么呀 你都不会 我都不会到哪个地方去 我一定在上帝的殿里面 啊 你不必花时间 到五日站啊 花时间到其他地方去 你一定 在圣殿里 可以找到我 可以在圣殿里 找到耶稣 在圣殿里 可以找到 因为 耶稣基督 以上帝为恋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耶稣的智慧 主耶稣基督 在传道之处 他 经过了撒旦的 这个试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撒旦 撕探他 那 你可以把石头 变成这个面包啦 啊 你可以在这个地 跳下去上帝的地方 辅助你呢 啊 在这个地方呢 耶稣一一的 有智慧的话语 就是圣经的话语 刚刚我们的 智慧指示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 要在这个 上帝的话语里面 要有杂根 啊 要 难过 各有根基 啊 让我们一起学习 因为耶稣的智慧 从这个圣经里面 来回答 启退 撒旦 因为人活着 不单靠这个面包 啊 人类 在这个地方 不能试探 这个上帝 人回回的单独要见拜上帝 但我们也看到呢 华利赛人啊 西律党人啊 巧言 要来盘问这个 试探 耶稣 那看看说 开始这个 纳税 给当时的 这个政府 当时的这个 说政府 其实也纳税 给当时的王 是不是可以呢 而耶稣他怎么回答呢 该撒的物就 回给他 啊 上帝的东西 回给上帝 啊 安息日人不能来医治人 啊 这个地方 耶稣呢 在人家要抓他 把柄的时候 他抽屏 智慧 回答 这样对方 啊 没有办法 再结问下去 这种智慧 对我们一起学习 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看 那我们在接下来 圣经里面 你看到 耶稣十五岁的时候 在这个跟 这个律法师站在那边 对答 询问啊 我们一起学习 那在圣经里面 另外一位小女孩 十岁 他就非常聪明地 来回答 我们来看看 耶 摩西出生的时候 他 那那个时期 刚好 埃及的佛老王 下命令 所有的 这个新生的 这个男孩子呢 都要把他丢到 泥洛河 啊 我们看看 还好 我们不是生在那个时候 如果生在那个时候 我们在座的男生 可能都不见了 那 那女生呢 可以活下来 摩西的妈妈 你知道 她长大了 长了三个月 没有办法长家 在长家 就发现了 就没命了 就用了这个 卢尾呢 冰了一个男子呢 然后呢 让他不要脱水 射水 而藏在 卢尾丑当中 你看她 那个姐姐 那么聪明 那么勇敢 那么有智慧了 就看 到底这个孩子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一般的 如果一般的 讲到说 事情讲到缘分啊 或臭巧 圣经 我们也讲到臭巧 那臭巧是怎么样 刚好这个法老的女儿来那边 看到了 那我们看看 这个 她的姐姐 反应如何 她没有说 看到了 她就赶快离开 反而她就吃够腹肉 往前走 然后呢 她怎么讲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会看到说 要不要我去 帮你找一位 希伯来人的 这个妇人 来帮你养这个孩子 哇 真的 上帝真的 这个奇妙 而且 她真的聪明 而且勇敢 拿去把她的亲生妈妈叫过来 本来如果再养下去呢 这个一定没命的 结果上帝就安排 她的姐姐这么聪明 就去了 养自己的孩子呢 可以公然地养这个 法老的 好像是生子 或者法老的这个儿子 一子 而且又有工资可以拿 当当的奶妈 其实亲生的妈妈 你看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十岁的孩子 但是能够这样子 她是从小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而且呢 在经文里面呢 得到了聪明智慧 上帝特别的尝试 这个很勇敢地 来引诫 摩西的亲生母亲 来当她的奶妈 这是我们看看 耶稣的智慧 我们一起学习 第二 深量的增长 我们看看 使徒保罗在这个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这个地方 也讲到了 在当孩子的时候 我们看了 这一个话语就像小孩 然后呢 心思像孩子 然后意念像孩子 成了人 就怎么样 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曾经在这个 刚才可以说 在圣经学院服务过一段时间 那当了这个 因为那时候的首长 幼稚园的首长 刚好离开 那因为职务的关系 所以见这个幼稚园的首长 去关怀那个小孩 当然刘老师在教导 我们就行政上去 做一做 小孩子呢 真的是 我们在做当中 如果带领小孩子就知道 小孩小孩的 这个情况等等 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大学里面教书 在大学里面工作 然后呢 大学生 大学生在做话呢 就不一样了 那因为现在退休下来 然后呢 有机会到长龙中学呢 高中的 高一的跟高三的 那个校长也很留意 很好意说 啊 你来跟我们教认生哲学 就跟这个高中生 高中生呢 就又不一样了 高中的生活 这个人成长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不同 反应的不同 所以对待的这个方式也不同 上帝一样 教我们呢 在成长的时候 身体呢 也要 一样了 这个成长 这个保隆呢 他 这个成长的阶段 就让我们学习 那在这里 我们在信仰的这个情况一样 就离开基督 到你这个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我也看到说 接受耶稣基督 他为你 为我 而牺牲 来在费地的十字架上 那我们呢 这是起步 然后再往前走 这样我们 在人生的路途上 能够逐渐地成熟 那在身量 在年纪 同时的这个 增长的时候 我们的灵命 也一样的增长 那在灵命增长的时候呢 年轻人 我们在做的地方呢 也要 看看呢 就是在 在科罗的结束也是保罗所讲的话 身体呢 也要健壮 因为身体就是上帝的电 在这里 圣灵的电 他讲到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电 换句话讲 让我们说 在灵命成长 我们的身体也健壮 如牛 说如牛 其实我们在做的地方 越来 我们这个 这个时代的人 越受到这个 而是我们的科技的影响 为什么呢 我讲科技的影响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说在高中生活呢 那高中生活呢 他们上课有时候 这一阵年轻人 你也很难去跟他讲说 山西的用也不用 而且你又不能跟他生气 他说知道这一堂课是牧师讲的 他们这个耳机还是会用 但是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耳机用了 用了 我就告诉他们 根据 我们在做当中 应该 耳鼻活课的医生 如果有的话 这个地方讲到说 有些人呢 年纪轻轻的 这个耳朵的听力 就已经达到了 这个像我这个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的 这个耳朵的听力 不要说是 像这个麻豆文旦 这个成年的老树 长出来文旦 越来越老越好 不是哦 这个听力不是年纪越大 或者听力就越好 听力越大 当然就是 越感谢上帝 因为你不想听的话 越来越听不见 越听不到 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是 你在骂你的话呢 你因为你这个听不懂 所以你不晓得 他在骂你什么 这个是很好玩 记住 不过话说回来呢 我们年轻人如果常常用耳机的话呢 这个听力受影响 如果说这个 听说这个 用了这个蓝光呢 结果呢 眼睛呢 很快了 就像我们戴了这个 这个眼镜 越带越后 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的强壮呢 就是怎么样 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 那白头发呢 真的实在是感谢主 是老年人的尊荣 我们在座呢 把年轻经历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能够感谢主 就是说年轻人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 因为强壮 所以属灵的生命 因为这点做身体格要健壮 然后再来 基本份呢 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殿 就是圣灵的殿 要好好地护好 然后呢 求主 就是赐福我们 让我们的活泼的生命 那年轻地壮 然后呢 来更加能够勤劳服侍上主 第三 我们看看 上帝所喜爱的心 增长 耶稣一生 就以上帝的事 为中心 在少年的时候呢 就是刚刚提过了 就是说 为什么 到其他地方找我 你就知道 我一定会在这个圣殿里面嘛 就知道一定会 以上帝的事为人 就知道一定要 以这个上帝所教导的这个事 那他这里本身 也一样的 因为有上帝的本质 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 成为人的样式 他没有滥用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 他没有把自己本身 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 而就是显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 放人放去 我们人 有些人 站在某一个位置上 他就在那个地方表现出来 那样子的这个 好像是那个权威 但是耶稣呢 没有 他自甘卑微 他顺服 顺服自使 其实在指甲上 因为他顺服 那个碑 他讲到说 如果这个碑可以离开我 但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 按照上帝的意思 我们刚刚这个赞美团 带领我们唱的歌 我们是不是一样 就奉献给上帝 我们的全部 当然做词了 奉献给我们的所有的 就已经全部了 他就奉献给我们的所有的全部 这个如果说语言上来讲的话 真的实在是 加重又加重 所有的全部 如果说语文的话 你国文老师一定会跟着 什么叫所有的全部 不过呢 在歌曲上呢 就是所有的全部 当然 也就是说 你的全部 就你的所有 你的所有就你的全部 但是呢 歌曲呢 就是我是双重加重嘛 对不对 双重加重 所有的 不是只有全部而已哦 所有的全部哦 而且双重的哦 就张开 让我们看看 真的上帝给我们的 在这个地方奉献 我们的一样的 耶稣呢 他就顺服 然后呢 这是上帝 所以主耶稣的一生 他顺服 天父旨意 天父喜爱他 那上帝是不是喜爱你 喜爱我 喜爱我们的一切 喜爱我们 在重的每一位 啊 这个地方 当然 这个也一个语病 但是呢 我们人就是 这个语言 寡具 形容的 这么巧 啊 不过 把我说 就是看看 我们的顺服 如何 我们是不是 顺服上帝的旨意 啊 希望我们 学习 耶稣的情形 能够 凡事 啊 顺服 我们诗歌 今天带的 我非常地 感谢主 就是 带了在 我们的 在上诗歌的时候呢 就整个呢 带我们 进到的 他说说我们要把我们全部 把我们完全 束缚在上帝里面呢 啊 在这里 我们看看 束缚上帝的旨意 听从 啊 受你的引导 能得到上主的 这个喜悦 第四 讲一说喜爱的新增长 当然 耶稣基督少年的时候 我们呢 看看 他啊 在那个地方 我们呢 从经文里面呢 很少去看到少年的表现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他十二岁跟父母亲 到了圣殿 敬拜 受光上帝的时候 可以去思考 他是一个大儿子 长子 在家里面 父母亲怎么样子 带领他 假如呢 他怎么样看管 怎么样的光发 他弟弟妹妹等等 这个腿子我们想象 去看着耶稣 他小师的表现 他在十二岁那个时候 难过体贴上帝的诗 然后得到上帝特别的喜爱 也因此呢 他更得到人的成赞 更觉得喜爱 我们接着看来 耶稣传道之后 他可以怎么样 他经常一病赶鬼 这个就引起很多人的跟随 喜多了这个实际启示 还有五饼二语 被保五千人 不保保妇女 不保这个孩子 那我们看看 还有呢 众人强必要他作网 我们就看了这些 那我们看了说 他去的这个小邻居 要进到耶路撒尔圣城 那众人讲了 在那地方 我们刚刚在不久前 迎接一 耶稣就降生了 这个情况 我们看了 他进城的那个情况 那我们就看 耶稣基督在当时 可以讲到说是 合成了这个轰动 战口 那我们也可以看着 众人在这个地方 这一种喜爱他 众人的这个 跟在他的活动中 这个都是他 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而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看看 在以卜所书 我们念的这个经文 我用了他 结合了一段 就是说 最后 我们将上帝的儿子 我用了新把他翻译这个地方 就在上帝的儿子 有一致的这个信仰和认识 我们将长大成所 达到基督那完全的境界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像小孩子 众人所被造 巧妙的文迹 随着各项学风飘来飘去 非常感谢 这个享有这个执事 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是也把这个带过来 就是整个 我们个人学着耶稣基督的样式 能够在智慧上 能够有长进 能够在这一个众人喜爱 上帝喜爱上 有所长进 然后也一样的 带动整个教会 我们看看 这个教会就是由 这我们在做的 我们的这些人 在耶稣基督的样式当中 长进的这些人来组成的 然后我们的长进 就是要连与元首基督 让整个教会 能够作用这样子的一个 好好是见证 能够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成为上帝 在世界上的一个见证的地方 一个故事这样说 说一个高中的孩子 这个高中毕业的一个孩子 他想要一部长新的 这个脚踏车可以反倒 这个变数了 看看 我不晓得我们在做 你要什么样的高中毕业礼物 当然我们都高中毕业了 没有这个有国中了 那这个毕业礼物 他的父亲爱他这个儿子 就跟着他去 许多的脚踏车 看看 哇 看了 许多呢 看到了这个 一部相当喜爱的 而且很合适他的 这个脚踏车 驾成不菲 别给你玩 爸爸妈妈跟他回到家 这个孩子呢 心里想着什么 孩子心里想着 回到家的时候呢 应该可以看到那一部脚踏车的 放在门口吗 或者是就是自动的这样来欢迎他说 哎呀你的毕业也在这个地方呢 那他晓得 开了家门 一点迹象都没有 他只看到爸爸呢怎么样 从他的书架上拿了一本 这个烫金的这个圣经来对他说 而且老爸今天很高兴啊 你高中毕业了 我们这边是不是 如果到爸爸来的高中毕业了 是不是也一样了 哎呀你要送给他什么礼物啊 结果呢 我们那个孩子呢 结果一股怒气啊 这样子滑出来了 我让他脚踏车 昨天还跟我去看呢 怎么今天拿了 变成一本这个圣经来呢 哼 这这么无聊 我的父亲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恶话不说 哇 这年轻人真的有个性 像这样子 我不晓得我 当然我们都是有个性 不过他真的个性 他掉轮就转 转多了 这一个就掉轮就走了 走人呢 这个就走人 您说再见也没有 一走 走了多少 走了三十年 这个年轻人 回来 回来的时候是什么 回来是他爸爸的告别式 告别礼拜那天他回来 要送他 送了众主了 残伏着这一个 伤心的妈妈回到家 走人 回到家里面 那他就走到他的这个房间 走进去 他的房间跟三十年前一样 一模一样 毫无改变 只是他桌上 就放着那一本圣经 他看了就讨回了那一本圣经 那一整圣经他就看到了 不过那个时候 这个臭老头 他讲的这个地方 离开了 他就坐着 就翻开第一页 他当时 当然内心里面许多的情绪 我想我们就不必再藐视 他里面的怎么样 这个对他父亲的那一种 那情节 他翻开了 看到了父亲的笔迹 写着 给我新的爱的儿子 疾病了 愿你如鹰长翅上堂 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几个字呈现在那个地方 他看了那几个字 看了那几个字 他又翻了一页 展现他面前的是什么 是一张花华乐的支票 那面额正是当时他们看中的 那一部脚踏车的那一个面额 那张支票 签的日期呢 就是他爸爸签的 他高中毕业那一天 那个日期 三四年起的事情 当我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眼泪差点 可以说掉下来这个地方 他的惊讶 实在于无法用文字的形容 他呆坐在那个地方 电流版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情绪可以说是崩溃下来 到底是为什么 当时年轻那样子的这一个狂妄 那种狂妄 那种掉的这种 那种这个情形呢 让他失去了 这三十年来这样子的一个 宝贵的这一个复制 还有个妈妈那个亲戚 实在是奇怪的 漫长的三十年 从来没有想过说 他那一种 这个对爸爸的误解误会 那种愤怒是不对的 他都没有去想过 这样一个年轻人 让他在那个地方 看见了 以至于他那个访言 以至于他那样子的情形 带领他 他三十年之久 基敏是不是这世界上一个唯一的 现在这种陷阱的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有多少次是为着小小的这个误解 或者小小的这个事物 然后呢 组成了一生的 无法弥补的这个大错 我们是不是有时以自己本身的这个看法 想法 然后去决定 然后去看了一件事情 认识这个耶稣华是智慧的开关 认识至圣者 辈是聪明 圣经里面 真言书第九章第十节 道书过 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 上帝他把一生的重要的 一生所需要的 完完全全的都是在这本圣经里面 这本《生命之书》 面额除过我们哪一个人 一生所需要 这个圣经就是这么奇妙的一本书 将你打开 那位年轻人连打开都没打开 看见了 看了一本烫金的 这种宝贵的圣经 他就调到这主 我们是宝贵家的一个生命 愿赞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面对新的一年都能够长大成熟 进到达到基督 然后完整的境界 也在我们的教会 有福 我们看看 这个有福 我看你怎么解释 这个永远的福气 或是福音永远的抵达 或者是永远永远的福乐 或者是这个像我们唱的 其在尽在永在 这个永福 能够明福其时 在这个地区 在我们彰化地区 让我们的教会 真的明福其时的 佛出基督的仰慈来 让我们的这个智慧 生量能够一起长进 让上帝和人喜爱我们的心 期待永福教会的心 能够一起增长 愿我们地道祷告 慈悲养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在睡末的时候 让我们难过在这个时刻 来敬拜四佛 我们和过去上帝的引导带领 记得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新的生命 面对新的意念 有新的展望 我们勇敢地往前走 因为上帝的恩典满满 也让我们学习 跟学的脚步 学的样式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谢谢黄牧师的分享 因为他所分享的这四点 真的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 属他的人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爱 我们一起来奉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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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